诚实,彼此相遇 是的,慈爱从你而来 你也是诚实的主 你要我们有你诚实的属性 因为说谎之人的父是魔鬼 当我们看到启示录21章第八节 也告诉我们有八种的罪 主啊,这八种的罪 如果我们连基督徒也深陷其中的话 那么这是第二次的死 主啊,求你怜悯我们 求你怜悯我们 启示录21章第八节讲到 唯有胆怯的、不信的、可憎的、杀人的、淫乱的、行邪术的、拜偶像的和一切说谎话的 他们的份就在烧灼硫磺的火壶里 这是第二次的死 主啊,我们基督徒除了从母妇生出 除了在圣灵里重生,在耶稣宝血里重生 我们更在神的话语里重生 一个真正的基督徒 我们会在主里让慈爱与诚实相亲的 我们不会去故意得罪神 我们不会跟撒旦魔鬼为伍 我们不会成为说谎之人的父的子民 如果我们跟世人没两样的话 神的话语是清清楚楚地警告我们 他们的份就在烧着硫磺的火壶里 就是当我们肉体归于尘土 每一个人都会复活 复活接受审判 复活得生 还是复活再去死 进入那硫磺的火壶里 主啊,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 我们真的不愿意讲这一段 也真的不愿意提地狱的名字 我们只想提天堂 我们只想提神里永生的福分 只想让弟兄姐妹们 丰丰富富进神的国 而不是贫贫穷穷 紧紧得救 主啊,当我们看到这段话语的时候 警醒着我们 连紧紧得救都危险的人 该怎么办呢 如果在活水得胜教会 已经信主受洗的人 如果有一天 他们真的在烧着硫磺的火壶里 这责任到底是谁的呢 主啊,我们在这里 求你怜悯 伸出你怜悯的手 主啊,发出你怜悯的心 慈爱和诚实彼此相遇 公义和平安彼此相亲 是的 你是公义的主 公义审判的主 如果我们都站立在你面前 没有耶稣保险的遮盖 没有一个人可以在上帝面前 站立得住 因为有耶稣的保险 因为有你的恩典 有你赦罪之恩 我们才有平安 一个人有真平安 就会有真实的爱 我们心中没有真实的爱 对我们的灵人朋友 对我们的同工弟兄姐妹 甚至配偶 就我们没有平安的言语 没有祝福的言语 没有启示的言语 没有恩慈相待的言语 那就代表神的公义 在我们的身上没有生发 羔羊没有在我们之上 羔羊在我之上 才会有公义 才会有平安 公义和平安 才会彼此相亲 慈爱和诚实 才会彼此相遇 主耶稣我们谢谢你 谢谢你 你的救恩 诚然与敬畏 你的人相近 只要我们 持守 耶稣是基督 我们是神的儿女 既然是神的儿女 我们就不会败坏 家风 因为在神的家 每一个都是神的儿女 都是神所爱的 都要彰显神的荣耀 都要走神平安的道路 将来在永恒的国度里面 我们都有份 都要在永恒的 天家大团圆 主啊你的救恩 诚然与敬畏 你的人相近 叫荣耀住在 我们的地上 不但在我们的教会里 在我们的家庭里 在我们工作职场上 都是我们现今 数十函数 我们脚掌所踏的地方 只要 当我们追求 追求敬声 追求明白你的话语 甚至有一些人 追求特会 主啊特会是好的 但是如果 只是表象 没有明白 他要站在救恩的根基上 实时查验自己 跟神之间的关系 是否慈爱和诚实相遇 我们要神的慈爱 可是我们是否诚实 我们要神的平安 可是是否羔羊在我之上 如此我们才能亲近神 我们才能遇见神 主啊谢谢你 爱我们 也和话必将好处 赐给凡敬畏你的人 主啊敬畏你的人 也好处都不缺 我们的地 也要多出土产 神救赎了 我们的灵魂 灭入深坑 我们的生命 也必见光 神要从深坑 救回人的灵魂 使他被光照耀 与活人一样 是的 主啊你是又真又活的神 你塑造我们 是又真又活的人 永灵的活人 你的居民 都成为义人 因性称义的义人 羔羊在我之上的义人 永远得地为业 是耶和华神 所在于众的 是耶和华神 手中的工作 使耶和华神 使三一真神 得荣耀 主啊我们谢谢你 让我们恒常忍耐 因为圣经上 真言告诉我们 恒常忍耐 可以劝动君王 融合的舌头 能折断骨头 主啊有的时候 我们看到 不公不义不平的事 或者是我们 思想观念不一样的事 很难让人忍耐 但是主 我们忍耐 不是用血气的忍耐 乃是在 阿嘎佩的爱 神的爱里 以祷告的心 以眼泪 寻求主的面 摇动神的手 让神亲自来动工 扭转人心 也扭转环境 也让每一件事情 互相效力 叫爱神的人 得益处 我们的舌头 对于我们所爱的人 我们是发出祝福 发出祷告 我们的舌头 对于公义的主 我们是发出敬拜 赞美 歌颂的声音 我们的舌头 对于当可恶的撒旦魔鬼 我们是一点不客气 奉耶稣基督的圣明 靠主的保险 赤退撒旦魔鬼 一切的作为 攻破他坚固的盈泪 主啊 谢谢你 你教导我们 柔和的舌头 能折断骨头 我们知道有多少的人 懒惰的被懒惰鬼挟制 自私的被自私鬼挟制 好说禅言的 被撒旦魔鬼 禅挟制 但是主 你让我们如何 柔和的舌头 折断骨头呢 因为我们现在 面对的是人 主啊 人背后是撒旦魔鬼 所以在人的面前 人与人面对面的时候 神教导我们 要用柔和的舌头 当我们与神 面对面的时候 我们可以在神面前 仗着耶稣基督的权柄 攻破撒旦魔鬼一切的势力 我们可以赤退 我们可以用宣告 可以用斥责的方式 但是对于所有我们周遭的人 神要我们恒惩忍耐 用柔和的舌头 这个功课实在不容易学 但是主 加点力量给我们 让我们学会这个功课 好让我们可以成为 神手中的器皿 为主开疆辟土 为主赢得灵魂 在主再来的时候 我们可以有账向主教 主啊 谢谢你 你到了我们这里来 你看见神 你所赐给我们的恩 我们都领受了 不但主你欢喜 我们也欢喜 你看到每一个人 立顶心志恒久靠主 主欢喜 你的仆人也欢喜 凡恒心行善 寻求尊贵 荣耀的 和不能朽坏之福的 神就以永生 报应他们 赏赐他们 引导他们 供应他们 在创世以前 你所拣选的 你所预知的 预先所定下来的人 你又照他们来 所招来的人 主你称他们为义 所称为义的人 你叫他们得荣耀 谁能控告 神所拣选的人呢 有神称他们为义了 主啊 我们在你面前 要成为忠心 良善 有见识的好仆人 好管家 不论人看得懂 看不懂 我们要祝 你看懂我们 专念赐给你的仆人 有智慧的心 有柔和的舌头 让所有周到的人 把他们的生命 给带动起来 让他们的生命 能够读懂神的心 爱是恒久忍耐 又有恩慈 爱是不嫉妒 不自夸 不张狂 主要让每一个 愿意侍奉你的人 都柔和谦卑 父主的恶 学主的样式 有廉洁 有属灵的知识 恒常忍耐 恩慈相待 有圣灵的感动 有毫无虚假的爱心 让我们在这里 恒切地祷告 在此警醒感恩 在此的献上感恩 我们愿意 在这一切事上忠心 如果我们不忠心 就不可能恒心 当我们又忠心又恒心 自然 神就将充足的爱 让我们生发更多的爱心 我们经历了神 这么多的恩典奇妙作为 信心一定倍增 我们这样行 一定能救自己 一定能救 听到你话语的人 主啊 帮助我们在这里 我们清心 有清洁的心 清醒的心 所花的努力 所付的代价 主啊 主啊 使用我们的声音 能够传递得更远 更深 更广 盼望主 你的话语 能够刺透 深入到每一颗心 特别是活水 得胜人 与你的话语一出 就使愚人通达 你的话语能够深入人心 好像两人的利剑 甚至魂与灵 骨髓与骨节 都赤路跑开 让我们在神的面前 看清楚自己是谁 看清楚自己的软弱败坏在哪里 看清楚神 要我们明白的 我们明白了没有 神要我们去做的 我们做好了没有 神要我们忠心的 我们是否没有二心 心怀二意的人 不要想从主那里得着什么 唯有专心一意 为教会守望 尽忠职守 站在自己该有的位分上 不超越自己的位分 不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 彼此祝福 为别人祷告 在为别人祷告的时候 那祷告的福也自动 自然会流到 我们的身上 我们的家庭 从来不为别人祷告的人 只为自己求 神还是会垂听 神是有次序的神 神一定会照着 这人身上需要被翻转 被修正的 上帝再赏赐 所以当 这人得到赏赐的时候 已经落后很多了 所以主啊 帮助我们 让我们懂得代求 懂得为神的国度来求 为教会求 为别人求 为所有需要的求 我们一切所需用的 你都会加添 让我们先求 神的国和神的义 这一切所需动 需用的 你都加添给我们了 谢谢主 赞美主 感谢主 一切的荣耀归给主 平安 归给你所爱的每一位 还是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 早上虽然下着雨 但是我们和父 心连心 手拉手的时间 在沉岛 父啊 感谢你的爱 一路 不离不弃的 帮助我 在这里 还是说声 父亲 我爱你 每天 希望你 都能够逃到我 成为一个新的器皿 父啊 不管在职场 不管在家庭 你都慢慢地 在使用我 磨练我 考验我 使我膨胀的心 慢慢地 能够回转 跟正常能一样 不狂妄 不自大 父啊 感谢你 有这个沉岛的平台 不只在早上的沉岛 我会检讨自己的言行 事后和父亲的心意 回到家 我也会关起门来 把心里的话 跟父亲说 但是父亲 你每次都教育我 要忍耐 要诚信 诚信 两个字 是值千金 在职场上 有时候 我真的是膨胀 把父亲的话 丢到老后去 感谢父亲 一路以来 不离不弃的 教育我 使我能够 坚定地 站立在美丽坚 共和国 这块土地上 慢慢地砸根 不会向扶贫 扶来扶去的 感谢父亲的爱 使我慢慢地 对两个孩子 有了新的感想 父亲的 我把 郭婷宜 跟石威 线上当成国籍 虽然还没洗礼 但是 在这大学的两年中 我希望他 有奇迹出现 父亲你把他 留在美国 有你的美意 希望两个孩子 懂得感恩 也感谢你 保守我们 承导的 弟兄姐妹们 都能够 合家平安 保守 牧师 师母 带领我们 这些 承导的 弟兄姐妹们 真的 十分的 不容易 发自内心的 感谢 他们 给的 这个平台 父啊 真的 在这里 说声 谢谢 此上的荣耀 归于主 赞美 归于神 是奉我主 基督耶稣 得胜的名 求 阿们 主啊 我们再次感谢你 让每一位 弟兄姐妹 在这里 真的感受到 你实实在在的 同在 主啊 我们谢谢你 这个星期 你给我们的 目标方向 是恒心 为义 必得生命 主啊 但是当孩子 再次来思想 启示录 二十一章 第八节的时候 主啊 我为那些 没有恒心 让羔羊 在我之上的人 当我们看到 那胆怯的 不信的 所指的 并不是 单单 那些外邦人 乃是已经 信主 蒙恩得救的 许多人 在胆怯当中 许多人 原来信 现在又不信 或小信的 可憎的 有多少人 怀着苦毒 恼恨 杀人的 恨人的 救着人的 淫乱的 这边在敬拜耶稣 那边在拜马门 甚至在算命 甚至 有的基督徒 还在 搞星象学 行邪术的 主啊 搞这些星象 瑜伽 这些东西 就是在行邪术 拜偶像的 主啊 虽然 那石头 木头 捏造出来的东西 似乎表面上 这些基督徒 没有在拜 但是 把金钱 甚至把孩子 甚至把自己 所喜好的 甚至名牌的产品 都当偶像 不是吗 那么 说谎话的呢 谁敢在神面前说 我一句谎话都没说过呢 或说我每一次 偶然被过犯所剩 即使我就会悔改醒悟呢 如果我们还没有来得及 悔改醒悟 主耶稣就来了 那么我们就带着谎言 还能上天堂吗 这是第二次的死 死了就没有机会了呀 主啊 到底有几个人可以上天堂呢 我们辛辛苦苦在神面前 所努力 所摆上 所耕耘的 所撒的种子 是否 一个一个都 飞不上去 都掉到 底下去了呢 底下不是平平安安的 冷冷静静的 地下是 烧着硫磺的火 好可怕呀 仿佛我们听见 那地狱火 里面 那丝生 裂肺的声音 主啊 我们的父母不可以去那里 我们配偶不可以去那里 所有我爱的亲人 不可以去那里 主啊 但是我们自己 会不会跑到那里去呢 主啊 求你怜悯 求你怜悯 怜悯你的家 怜悯你的教会 怜悯每一个 已经受洗蒙恩得救的人 不再胆怯 坚定的信靠主 我们好好的爱神爱人 好好的专一跟随主 好好的 在主的面前 让慈爱 和诚实 相遇 让公义 和平安 相亲 我们一定要有 从神来的诚实 以及对神的诚实 我们一定要享受 在主耶稣基督里的 真平安 这世上有苦难 但是在耶稣基督里 有平安 主啊 谢谢你 给我们人生有答案 谢谢你让我们 对于人生有透视力 圣灵参透万事 就是神深奥的事 也参透了 我们不想花很多的时间 跟一些无谓 浪费时间的事 起争论 没有什么 这个意见 那个意见 主啊 当神的话语 站定接铁地摆在我们面前的时候 我们还有什么话说呢 有一天 当神站在审判台前的时候 不是往上飞 就是往下掉 主啊 不论我们是活着被疾 还是我们肉身归于尘土在复活 复活又被定罪 又是第二次的死了 主啊 谢谢你 孩子觉得这一段话语 实在宝贵 实在宝贵 这个星期 纽约众教会的牧者 开会的时候 一位牧师 也再次跟我们分享这些 让孩子反思了 又一百思 主啊 我们的争争闹闹 我们左一个右一见 右一个意见 主啊 我们到底是想往天堂去 还是想往地狱去呢 我们想往天堂去 我们先往永恒的天家 我们盼望现在的教会 虽然不是天堂 但是我们要活出天堂的生命来 我们要活出真实的 敬拜赞美的生命来 我们要活出 神所喜悦的生命来 祝啊 这是我们在沉岛里 我们私心裂肺的祷告 怜悯我们 怜悯我们 让人们不再昏蒙 特别是你的儿女 不再沉睡 不是非来沉岛不可 这不是守律法 这不是规条 这不是硬性规定 更不是得救的条件 但是我们看到 我们感受到 在沉岛的里面 有你的话语 有你圣灵的运行 有你圣灵的催逼 也有你的保障 因为你在这里施行此爱 你在这里施行拯救 你在这里施行你的公义 让我们与你相遇 与你相亲 因为我们在这里 我真是感受到 每一位弟兄姐妹 特别此时此刻 我们都愿意 诚诚实实地 来朝见主的面 昨天的 已经完全过去了 今天是一个新的一天 明日如何 我们还不知道 但是主 谢谢你给我们 更新调整的机会 如果昨天 我们已经更新调整了 如果经过了医院 还有一些 需要得怜悯的地方 我们求主怜悯我们 怜悯我们不这么完全 但是怜悯我们 我们有一颗愿意的心 我相信 神的恩典 还是够我们用的 我们不是故意犯罪 更不会故意去说谎话 但是主 你的恩典够用 让我们每一天都在这里 朝见你的面 更新自己 每一天都活出你圣洁 荣耀的生命 来见证荣耀 奇妙的主 带领我们走异路 带领我们走天路 谢谢主 再次垂听 还得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我们在天上的父 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 愿你的国降临 愿你的旨意 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我们日用的饮食 今日赐给我们 免我们的债 如同我们 免了人的债 不叫我们 遇见试探 就我们脱离凶恶 因为国度 权柄 荣耀 全是你的 直到永远 Amen Amen